目標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老 你要賣多少 今天 也是這個期盼已久的 我告訴你 我那時候在買 MASA LADY之前 其實我有考慮過 要買Jica的新車 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我想買的是E-PACE 對 但今天來現場的 好巧不巧是F-PACE 就更大了 更大台的 2.0的 這是25T的 當初新車價格是256萬的 我告訴你 你看到這個 它的報紙頭 我全部都要那個有沒有 你不知道報頭是誰 不知道 報頭嘛 要不然就知道 Cancel你知道嗎 Cancel那是老虎 Human Man Human Man是鴨子跟北極熊 不一樣 那看它是哪一個Season 唉唷 你靠我 我是有投資潮牌店的人 你看我們這輛鴨子是什麼 Air Jordan Air Jordan的 OGA你知道的意思嗎 沒有 就是它這個都是用 絲綢做的 不要跟我講潮流好不好 那時候我對這個車 蠻有興趣的啦 因為你知道我喜歡冷門車 但F我是真的覺得太大了 那今天終於有機會來 可惜不是E-PACE 而且我跟你講在這個時機 我們還要買Jaga嗎 我買Jaga沒有成功過耶 不過我之前買的是 因為是老的啦 對不對 比較新款的我就沒買過 像它那個跑車 F-Type我也很想買啊 它本來跟我講說 F-Type我好高興喔 200 210220這樣跟它出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打去 那時候 欸不是喔 我這叫做F-PACE 喔害我爽一下 我還上網去看 人家F-Type都賣多少錢 好啦我們先看車啦 好不好 帶大家看車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這個車 大面積水箱霧灶 你覺得這車頭 我真的覺得齁 這車頭很像什麼 你知道嗎 很像Mondale那一種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我現在看到Jaga的車很多 我都覺得看起來有那種 福特的既視感 那是不是像福特有什麼 說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 後期現在新的 到底有沒有 我也搞不清楚 觀眾朋友搞不好比我還清楚 搞不好被買走了 福特的股份就跟那個 其他車款一樣 我就不多說什麼車款 哈哈哈哈 那我們先看里程 好不好 其實里程我知道了啦 我跟你講啊 這種鳥子 不是啊 這種冷門車啦 我不先問里程 他如果里程太高 我一定馬上跟他講說不收了啦 不是調好再來賣我 我先講 我會告你喔 我認真的喔 我認真會告的喔 帶大家看一下 來 5萬8 2018年到現在 76年車嘛 一年不到1萬 將近1萬 我覺得可以接受 我就說好吧 來看看啦 反正最近 這個閒著 死保險感藍嘛 閒著是閒著 那首先呢 我們就來鑑定一下 這個車子的外觀好不好 旅圈多大 看一下輪圈 順便看 18吋而已喔 255 60 18啦 20年的 還有米吉林的 不錯耶 旁邊還有JAKA的這個名牌 四版 我們現在也都是看新車耶 看我沒辦法了耶 這感覺蠻帥的 真的嗎 哇 當你現在都看林寶街 你啊 是那個什麼 隔蘭加州啊 隔蘭加州啊 對啊 我都Rulofony而已 爐州啊 欸 外觀還顧得不錯 錢包感也是還不錯耶 就有一點小刮傷 這個 這個難免啦 這個出拉打一打就好了 上下車真的是難免啦 而且它其實都有貼這個 你看 我是建議大家不要再貼這個 這是它自己貼的喔 這一定是它自己貼的 它這個水都會 甩得來的耶 水分會停留在裡面 就 你一試下來搞不好 裡面都已經開始有秀斑 你就不曉得 對啊 還有那種貼一整排的 我都盡量覺得不要貼 那個一拆下來 哇這整個都 呼氣你知道嗎 不會要久一點啦 那種八年十年以上的 之前就有估過那個車 貼一整條的 那個一拆掉 全部都呼氣 裡面都是秀下來的屑 我記得這個有柴油的版本 唉唷 這敲起來是 聲音是軟的 有點類似塑鋼的感覺 輕量化 輕量化 F-PACE 來來來看一下 我們要看過F-PACE 雙出圍管 雙出圍管 它這個應該算是最低配的啦 新車256萬 2018年的 256萬是最低配 最低配是256萬 它最貴的到300多去耶 256萬怎樣 沒有腳踢喔 真的假的 後車廂看一下大小 我順便看一下螺絲好了 螺絲 螺絲都封起來了 捷克不在 螺絲都封起來了 喔有備胎耶 標準時 這什麼時代啊 還有備胎 真的好標準喔 二多少 17580 10幾 19 為什麼備胎比原來的大 反正觀眾朋友會跟我們講為什麼 我們現在越來越懶了 不想查證 喔有這這這這 好 OK 來看一下引擎蓋 喔 其實喔 我剛剛沒有講 那門打開一個煙味 它那個就是那種煙味 然後用香水的 撞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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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感覺 來沒轉 螺絲沒轉 它這個葉子板是直接 扣在上面的耶 你看它沒有前面的螺絲啊 你有沒有發現 正常這裡要有一顆螺絲 它沒有它直接趴在上面的 這裡有一個錨釘 把它溜起來 它做固定的 那這樣拆了就沒辦法了 再趴回去啊 要用焊的啊 這個如果要修的話就要用焊的了耶 它只有中間有螺絲而已啊 有沒有 它這邊整排只做一顆螺絲而已 這什麼神奇的製程 然後看這邊 大樑喔 這邊很好看 大樑就在這邊 這就是大樑 引擎旁邊嘛 然後你的那個引擎腳 就會鎖在樑上 喔它其實不是鎖在樑上 你看 它是用一根橫樑 然後扣在這根大樑上 然後引擎腳再放上去 一般有的會直接引擎腳 扣在這根樑上面 但它可能已經比較小 車體比較寬 所以它扣不住 那邊怎麼看到Lanova啊 哪裡 欸對耶Lanova耶 啊同集團了是不是 那就伏特了啊 喔有夠爽耶啦 同集團同集團好不好 所以我就覺得 看起來就有一點伏特感 你不覺得嗎 內裝其實有點像喔 等一下我再帶大家去看 我先看有沒有撞 水箱支架OK啊 引擎 它五萬多應該沒那麼龍空吧 不會是活的精彩耶 修的痛快 我沒有講喔 保養的痛快 泰山蠻痛快的 泰山 他那個不算 他那個不算那個 我跟你講開野馬不會說自己是福特 他們會覺得自己就是野馬 你看他鑰匙上面絕對不會貼福特的logo 他會是一隻馬的logo 好像是耶 對不對 所以他開福特不會說自己是開福特 他會說他自己開的是野馬 他自己就是一個牌子 獨立品牌類似那種感覺 生怕被弄髒了 前面沒事啦 這個整個都看起來都是很硬朗 好硬 真的是蠻硬朗 對啊這感覺像福特體系的水箱 我覺得它這個四蓋跟Focus那個都很像 真的啦 Focus的四蓋都差不多長這個樣 Volvo也有長得有點像 現在全部都混在一起我都搞不清楚 然後沒有撞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其他地方 我跟你講喔我認真講 你看它這個鋪陳啊 真的很像福特的車系 你不覺得嗎 我真的覺得原味蠻重的 就像是KTV的 進去感覺那個水果盤要送上來 阿哲你送過水果盤嗎 苦瓜給你小費嘛 這個小姐姐 蠻好賺的 蠻好賺的啦 毛巾有沒有綁好 對嘛 你說人家小費毛巾要給人家綁好啊 不然等一下玩得正嗨你給人家開門進去 等你秀的時候 美妃色舞剛出來的時候 現在已經不是美妃色舞了嗎 大家留言一下 請問現在那個秀舞到底都放什麼歌了 不好意思 我有點久沒去的 我們重量很久了 不是啦 我朋友重量很久了啦 以前我朋友比較有在走電的時候會跟我講 對 那我是一直都沒有 所以我就沒有這方面的資訊了 你知道嗎 不知道現在年輕人都放什麼歌在秀 你懂我意思嗎 在那邊鏘啊 如果知道的這個年輕人有看我們節目 記得要分享一下 我是沒有 我都聽說的 好不好 大家充當我的朋友跟我講一下 我以後才有東西講 欸不是我喔 欸我覺得椅子的設計啊 跟內裝中控台整個 感覺就是有一點那種美規福特感 其實我跟你講跟野馬也很像 它就是會有一種 剛硬的感覺 很像以前有一陣子那個 泰山的那個野馬也是啊 福特有一陣子那個美規的 美規的車子很喜歡用那種藍色的 冷光的儀表燈 美國車很喜歡這樣弄 美規的很多喜歡用藍色的燈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吧我先看車門啦 把車門看完 欸不是啊 但我現在對這個很敏感 很敏感你知道嗎 嗯 就是你看這方向盤其實有點光亮 真的欸 才跑五萬八欸 這個三個形形啊 三二 一個就是這個 材質做得不好 很容易磨損 第二個就是客人啊 手太粗 特別愛胖 一直胖一直胖 啊第三個形形是什麼 調錶 啊對吧 以前只有兩個 欸 我跟你講不對不對 看角色掌勢 我跟你講現在調錶方向盤很漂亮 嗯 有換過啊 對啊看我們在KUGA 方向盤很漂亮 所以怎樣 我跟你講 我懂了我現在會了 以奇人之道還是奇人之聲 所以這樣子的方向盤 保證沒調 是 因為調了以後方向盤會變漂亮 會不會他看了你的影片 然後就 不換方向盤了 不行啊 你說現在是 對啊 心理遊戲呢 就讓我 愛你 你知道我最適合你 拿電腦來吹 我頭髮現在太短了 欸 依照陳曉東 電腦來放在頭上 跟五百一樣 你啥意思嗎 還是樓下有假髮 這樣下去 怎麼心 線索無法延續 新電陳曉東 藝掌 副歌要唱一下嗎 久了 我先把門看完 不要再鬧了 來來來看小市長吃 這種內六角螺絲要看的不是外圈的 要看中心的 它插下去轉變 所以我現在照 我是在看裡面 裡面的螺紋 這個為什麼會有開關 你看 它要開掉喔 厲害 後座也是電動調整 而且後面有三個按鈕是什麼 USB Type A Type A 有三個充電的耶 12V的點驗器 兩個Type A一個點驗器 後面是有三環錶 看你外頭胸 真的胸胸胸 好 後門沒問題 來看這邊 你看這包成這樣耶 整個都包耶 全包耶 有沒有 所以它是 它一般關起來是板金 它關起來是關在這個上面耶 塑膠殼上面 而且這邊還有紙蓉耶 你看200多萬的測度不一樣 這樣隔音感覺會好很多 應該會不錯 但中間蠻凸的 它這個是輪傳動的 但這台不是 這台是前輪傳動 比較陽春的 這個不方便看耶 這個要看中心螺絲 不容易看 你沒有辦法看到側面 你沒有看到它中間 你沒有看到它中間 被這個門擋住 有沒有 看不到 我們只能憑經驗了 好不好 應該是沒有了 外表也不錯 然後看起來都原版件 那我們接下來來發動一下看看 吹一下冷氣 喔好熱喔 最天氣怎麼會倒下去 來 喔 那裡面的那個燈 完全都伏特燈啊 這燈的圖案全部都伏特的 很像focus 那這燈的這個聲音 好像有點吵 啊還是你買到柴油的 握鞋燼熱氣油 對啊 變成這樣 所以它隔音才做那麼好 欸有啦 熱車以後 它剛剛提速啦 冷車提速 熱車就好了 欸行李箱打他媽剪體字 我每次都要檢查 是不是剪體字 欸真的耶 連這個換檔撥片喔 都有那種伏特感 嗯 這個真的是 伏特感蠻重的 現在的機架 已經比起以前的那個 我想像中的那種 英式美學 聲勢風 那種感覺好像已經 有一點背道而止了 現在感覺就是有一點點的 比較偏向伏特系統 而且我跟你講 剛剛我上來說 煙味很重對不對 來啊看小師長姿勢啊 通常你除了聞煙味以外 有沒有抽煙你可以開A煮 啊有被頭點到的 對不對 一點一點 對啊 如果在外面的時候 有時候很不甘 捨不得開大一點嘛 它就硬要這樣伸出去 又怕被拍照檢舉 所以它就開一點點 硬要這樣就觸到 開車抽煙真的是 要小心 不要亂丟菸蒂 美工德西活該 被添拔了 添拔死 欸我覺得它這質感還不錯 它這好像感覺 鋼琴靠齊 不怕有添拔喔 對啊 而且欸有氣混燈欸 喔 光條欸 這個藍色蠻好看 對不對氣混燈欸 啊看這濕不濕滑 有點卡卡的 有點卡卡的 懂之懂之 這很不順欸 不太順 啊你這遮陽簾 喔我很怕這遮陽簾 會不會開的光不起來 還是開的那個 捲在一起壞掉 唉唷 唉唷 我不能只開簾子嗎 喔欸很大片欸 欸我們一起完全開了 再把簾子推到後面 這樣才可以啊 啊 這大天窗 這真的是全景的大天窗 剛還有一個很屌的 我忘記跟觀眾朋友講 你看我熄火 他收回去了 好像發動喔 他會生起來 有儀式感 好有儀式感對不對 這很溫 那中間這個螢幕是什麼 真的啊 這個都沒有 這是黑的 那你為什麼不把22座大一點呢 浪費空間 2018年沒有跟車喔 看起來沒有 限速器而已 它走在這裡還有一個JUGRA 它冷氣出風口上面有JUGRA 真的耶 好細喔 帥耶 而且它這個調的有一點質感 有認真做 不是給你兩個塑膠轉盤而已 這個彈下去可以 喔 亮度啦 這好老舅的設計喔 它是這樣保護起來 你要調要把它彈出來 這很久以前才會用這種開關 怎麼現在還在用 我剛剛以為這個是鑰匙 以前有些車故意把這個封起來 然後假裝自己是IKE 它這個是你把它這樣 它有箭頭嘛 把它弄起來 然後就可以調了 這個很少見到的調整方式 然後再把它鎖回來 好了 它鎖得滿輕鬆的耶 這很少見這樣子的一個設計喔 好 它布局實在這個 它做紅燈的 它旁邊怎麼有一個冰室的貼物 冰室 欸 真的耶 為什麼 為什麼 不知道 它自己貼的耶 代理商跟冰室有關係嗎 是代姆勒代理的嗎 看機架是誰代理 我看一下 剛剛不是跟Land Rover是 欸 對啊 它是跟Land Rover同一個啊 它怎麼會有冰室 好 不知道 管它的 欸 它這個都有貼膜耶 它自己貼的啊 它買來的時候有花錢 它怕這個鋼琴烤漆刮傷啊 它這都有貼膜 然後這裡面有什麼 它裡面還有那個 點煙器 對啊 這有一個USB 還有AUS 還有一個這個 它充電的洞好多喔 好 椅子還滿挺的 椅子坐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有點像Volvo的感覺 它的椅子揹得緊緊的 然後是屬於比較偏硬的 我覺得坐起來有點Volvo感 這車為什麼 怎麼才六年看起來虛虛的 就是沒有覺得很 很高貴的感覺 對 很高貴的感覺 等一下 這個都是軟塑膠而已啊 都沒有包皮啊 對啊 然後這裡都是啊 欸 這沒阻尼喔 沒有阻尼 有啦 阻尼沒有那麼緊而已啊 欸 真的耶 沒有 配備是還可以啊 全景天窗 也沒有跟車啊 換檔撥片 然後這個好像會升降 會不會有一天它壞了 它就不升不降了 不降下去是還好 不升起來你怎麼開 對啊 不過這個小細節啦 就坐到這些 好像不是很有必要的地方 這個升降 它做這個好像不是很 好像不是很有必要 你有這種感覺 欸 有一個東西很BG你看 看它是開關做那麼高啦 充戶的喔 超不救手的 你有沒有覺得 我以為是這裡 我現在看到這裡是 三個電動靜翼座椅 你看他調後照鏡是要這樣 好 又來又來 有沒有 要來這樣 有沒有 要這樣 你看我的手是肩膀要抬起來的耶 欸 這邊露半甲不好露耶 有沒有 開開 肩膀 肩膀太高了對不對 對啊 那好像怪怪啊 不帥耶 大家都看得出來我沒有硬尿啦 等一下我們去跟它講價錢 就說欸 不行啦 你看主控坐太高了 我要露半甲都沒辦法露 那賣我便宜一點啦 比如說嘛 它這台車可以殺價點多 第一個就輪胎不行了 第二個外觀雖然很好看 但是其實都沒有蠟 這個就是喔 買來還有貼膜啊 曾經有保護過它 但是開久人都是這樣 死心厭舊 對啊 那馬子剛教的時候 紅豆湯好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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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來加車吃白金烤鴨 你就去了對不對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你到底懂不懂 你是不是沒見到哏 一開始這樣人家 紅豆湯要什麼你就去 久了久次 人家在這個想吃巧克力月經來 不舒服 自己去買啦 去7-11買 7-11不是很近 下班你順便買一下嘛 好不好 就這樣 你今天下班要不要接我 喔我很忙喔 最近喔 這個工作很忙 其實在跟朋友在打線上遊戲 所以這台車我覺得 看起來就有點這種感覺 用了差不多 換新的 賣掉 就這樣嘛 這個小機架好可憐喔 對啊 它在哭了吧 小機架好可憐耶 好啦 那我們就好好把它 估便宜一點 原來是這樣 來這邊我照顧你嘛 喔 對反正人家不要你了 看一下後座 看一下後座 你那邊旁邊有這按鈕嗎 你背按鈕 有 也有喔 好啦它後座應該看起來 是沒有載人 還滿挺 不過它這台車的皮椅 其實都不錯 因為它 我覺得是因為材質的關係 它材質可能比較耐磨一點 然後它當初編的也比較扎實一點 所以其實啊 剛剛看到前座後座的上下車的地方 都沒有太大的磨損 這上下車的地方其實磨損都不大 你看 只有這邊稍微皺一點點 其實大部分其實都還滿挺的 看起來就是大部分都一個人在開比較多 因為副架子座也很漂亮 對 這邊就很乾淨 很漂亮對不對 所以這大部分都一個人在開的車啦 2018年的Jaga 這個Prestage 25T 新車256萬 六年車跑6萬公里 其實真的不多 那這個我們是一定要回來 里程數好好的給它查一下 那它我覺得扣錢的外觀都真的都沒有蠟了 可能它也滿 滿長一段時間沒有在照料它了 然後再來輪胎也不行了 那椅子的部分稍微磨損裡面 煙味重 A柱稍微有被煙稍微觸到 欸來吧 我們要跟它輸多少錢 原價是256 256 不是128 也不是512 沒有沒事 還要叫我128 除12是不是 對啊 這個兩年就要折半 兩三年就要折半 我覺得 染膠要夠成功起來 殺到骨折 是一定要殺到骨折 這不能再受傷了 我最近滿痛的 三分之一是多少 85 85 太貴 我們給它打個四折好了 哇 打個四折 我有去網路上研究啦其實 好網路上呢 大家在賣都大概開價呢 研究起來大概是80幾萬到90幾萬 差不多這個年份的啦 這個車回來啊 我們利潤要抓個 我覺得最少要抓20萬 不要 90萬太貴 80萬好了啦 要賣90萬嗎 賣到天荒地老 這種車 有那麼多人要嗎 我覺得啦 如果人家賣80 我們就收過60 20萬回來 裡面有什麼風險 所以我們要承擔一些風險啊 要不然這個 回來不知道放多久 第一點 第二點回來不知道整體多少東西 雖然看到很多 欸 你快有Lenovo的零件 應該也不會太便宜 喔 對 希望大部分是福特零件 那就賺到了嘛 可是大部分福特零件 是不是表示 蠻需要上課的 欸 什麼意思 你 我們現在好不容易要洗白了 你又把我弄黑 這個應該 我覺得就弄個60萬了不起 好不好 我們不要說太多了 我等一下我先去搞定之後 再跟你回來說這個故事啦 OK 好不好 其實這個已經早就有故事了 蛤 好不好 等我 等一下回來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好啦 搞定啦 最後成交的價格 60萬 喔 一定要成交啦 我跟你講 其實這車之前來過一次了 喔 我跟你講這種車喔 有時候會這樣啊 車主很難接受啦 你知道嗎 256萬的車開6年 剩60萬誰能接受啊 氣笑 200直接不見耶 對啊 真是氣笑吧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這樣嘛 當你受到打擊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是什麼 反抗嘛 對不對 有四個步驟嘛 對啊 你第一 哪四個先反抗 然後咧 生氣 好 反抗生氣 然後慢慢接受 接受 然後妥協 妥協 好對不對 就這四個嘛 我跟你講結果出去比育圈 沒有人敢出價 連出價的人都不給他出啦 這個現在這個時機齁 綠油油的股票 對不對 對啊 有人高高放起 現在重摔了 也很多 不是啦 現在時機真的沒有那麼好 現在車是普普而已啦 我就覺得說 這個車真的很冷門啦 這沒有幾個人敢買 這個都回來 我跟你講我剛剛去翻了一下 那個權威車訊 就是銀行見價 再來見價多少你知道嗎 90 那我買60回來賣80 客人買90 他還可以找10萬 他還可以找10萬回來 整理車 外面有些同行他們就這樣 也不錯啊 我也賺到錢了 車主也找錢賺到錢了 然後他找錢去整理車子 修理廠也賺到錢 皆大歡喜 只有車主一個人換車代 一開始不能接受啦 我說你真的出去瞭解一下 真的喔 繞了一圈 甚至他說 有的人連出價都不願意出價 好啦 所以這個最後呢 成交價有60萬 我是覺得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拍這個影片呢 因為剛好今天他車也開回來 那這個價錢呢 我真的覺得 超誇張 這個折到 很誇張 哪一台車 六年車可以折到四折 就像你講 兩百萬噴了耶 對啊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拍這個影片啊 有教育意義啊 哈哈哈哈 啊 教育大家怎麼操帶嘛 要不要教育什麼 買車慎選 不行啊 那像誰來買我這台 啊不是我跟你講 來 看小吃長知識 你就不要買他的新車 你要買這二手車就對了 欸 兩百多萬車你現在花 不要說六十啦 七十幾萬就買得到 欸 你花七十幾萬開兩百五十六萬車 你買 比馬三更便宜的錢 比庫竿更便宜的錢 對不對 我們剩一個等級了耶 2018年C35還賣你六幾萬耶 就跟之前 那個 我一個朋友嘛 他很喜歡吃檳榔啊 嗯 那有一個年輕人去炒說 一直要炒他買C300啊 喔 結果他就叫他買馬三阿弟啊 他成交了嘛 對嘛 划算嘛對不對 繳貸款 好不好 所以這個車是一台 皆大歡喜的車啊 如果有信心 欸我也不知道要不要賣 還是我把它 如續拍賣拍一拍拍 拍掉就算了 要賣這個 有人要嗎 也許大家看到這影片 我就已經處理掉了 那只是單純跟大家分享 這車折價真的很大 但是他貸款呢 也可以貸很高 訂閱留言非常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來 我們最後成交的價格 六十萬塊 你如果你是我 你不會想買的 四百相買 兩百多萬的車 撿兩百萬給你 你還買不下手 那真的不是他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啦 是不是這種感覺 對 好啦下次見 拜拜 要訂閱啊 大家要不要走 我們知道 一會兒 再走 一會兒 你知道以前啊 我有個朋友 他抽煙 又有朋友了 對他開車在抽煙 朋友啦 一定要朋友 我社會觀察家 你是在 他就窗戶打開嘛 他就開在北海岸 四個窗戶打開 然後開車很舒服 抽煙抽煙 然後就丟出去你知道嗎 然後就從後面窗戶飛進來 甩不掉的金魚大便 你啥意思吧 我觉得那个是风气流的关系 然后就开开开 奇怪后面怎么冒烟 有一个臭灰大闭 你看后面怎么一片烧起来 赶快路边停车下来救 抽烟不好 首先不要抽烟 第二 你抽烟不要乱丢烟蒂 风气方向盘 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 发意金库 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莉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